現在警告員剛剛確定了嗎 我去扣押木可公的帳戶 把那中間3880萬給扣在手上 可是第一個我想 你為什麼到這個時候才扣 還有扣這個錢 真的能夠抓到柯文哲的金流嗎 今天扣這個3880萬非常有意義 這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第一個 這個錢叫什麼 叫做犯罪所得 那這個木可的錢變犯罪所得 看犯罪所得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背信 因為這個是民眾黨的錢 第二是貪污所得 那我認為兩個都同時存在 因為朱雅虎講的210萬 是進到他的黨部帳戶 然後你起搞八搞 不管怎麼講 我可以證明你到了木可 最重要的是證明什麼你知道嗎 犯罪所得是誰的犯罪所得 柯文哲的犯罪所得 那誰來證明這件事情 李文中 有嘛 李文中反水了嘛 李文中咬下去的這一招嘛 所以這個是柯P 真的要踢光頭的理由在這裡嘛 大肆已去啊 因為李文中的反水比橘子更厲害嘛 李文中被是用什麼名義被收押的 背信 不是 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 違背植物受賄罪啊 所以他跟柯P是同樣的適用法條耶 所以他如果反過去咬的話 他就有可能脫身了嘛 所以我們當時我一直在講說 有兩個人是關鍵人 一個是沈靜津 一個是李文中 那我看到李文中受不了了嘛 李文中知道了嘛 李文中他 李文中馬上也面臨到炎壓的問題吧 李文中還沒有到喔 對 還沒有到 所以李文中有可能放出來喔 他最次就在慘了這個 我再重複一下 這個犯罪所得的所有人是誰 是柯文哲 那他的人證是誰 李文中 那有沒有物證 當然有啊 不是李文中一句話說 這個接著起起 不可能李文中這個人責得狠 他一定把柯P跟他交代的過程 的電話的LINE的留的東西 有留在手上當了保命證據 都留了 當然有留下來啊 所以今天這個民眾黨 發了一個什麼 發了一個非常鳥的一個抗議函 什麼嚴重抗議 跟柯文哲無關 李文中要反水的話 怎麼是你民眾黨人看得懂呢 他絕對是保有要命的東西 在他手上 一口咬下去 這一口咬下去 我跟你講這個柯P 比橘子咬的還要重 所以你說今天的關鍵人物是李文中 當然是李文中 這不然 你是法官嘛 你怎麼可能北檢拿一個 扣抗議函 來 你就蓋章 他一定要有證據啊 什麼證據 人證 人證不夠 你這是李文中咬怎麼會夠 對不對 一定要證據 所以他一定提出 李文中能證明這個錢 木可的錢是要給 是已經給了 或是準備給了 或是有口頭或是文字的訓練 要到柯文哲戶頭 甚至於包括有部分的錢去買房子 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製作人員